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IUS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那这次又是一场非常精彩对垒的一击 我们价值几万块的真正的欧米加 Omega Speedmaster Professional Moonwatch 这个超霸的系列登月表出厂 对比这个目前最火爆 马币一千块的欧米加 SWOCHI合作推出的这个复刻致敬的这个登月胶表 这个胶是塑胶的胶 那就用这一集让大家看看 为什么这支新的这个登月塑胶表 会让每个人即使不喜欢不带 但是也想买回一支来收藏 那还听到很多不怎么了解表的 不怎么接触表的朋友 接触的看到的时候 那他男朋友喜欢要买 可是女朋友就说不要 还说他设计很丑 那结果还吵了一架 那让我们看完这个影片再说也不迟 或许还成 或许还会成为你购买真正 Omega Moonwatch前入手的SWAT 那SWAT这轮真的是很会玩 好 先来一句最经典的 The First Watch War on the Moon 人类第一支登上月球的手表 相信每位热爱手表的表友 肯定听过他的大名哦 那也有了解过这支登月表的这个介绍哦 实际上超霸系列仍是诞生于1957年左右了 当时正好是这个美术了两大强权 这个进入太空时代的这个起点 不过超霸万表了并非一开始就被设定作为太空任务的这个配件 那早期的这个超霸万表啦 反而是偏向赛车运动的这个方向的哦 那你可以从Speedmaster这个名称啊 你在表盘上看到Speedmaster这个字哦 你就不难理解啦 其实最初它是以赛车界是有关系的哦 那到了1960年代了 当这个太空竞赛了越远越烈的时候 他们身上的配备也就成了人们关注的这个焦点 那原本太空人没有要 没有就是没有要求啦 一定要呃 佩戴万表的 那而是在这个水星计划的时候啦 因为太空人哦 这个Volta Shakira 无意间哦 带着这个欧米加超霸万表执行的这个任务哦 而且也顺利返回地球 那就这使得这个美国的这个太空署啦 这个NASA啦 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这个NASA 了解到这个万表了 就我们所谓的手表啦 也能列入太空人的这个装备啊 于是他们就开始哦 哇 召集各个品牌啦 要求提供这个性能优良的运动表 那当中其实还包括 我不是小刚不是讲笑哦 真的是那种所谓的大品牌啦 百年龄啦 劳力士啦 等等等等 很多一系列的这种高级品牌哦 都有参与了 那1963年 左右啦 这个超霸万表啦 就是欧米加这个 欧米加这个Speedmaster啦 正式通过了这个NASA的官方测试哦 哇 就被选为这个太空人的官方的这个配备 也因此哦 当这个1969年代的时候 这个1969年的时候啦 这个太空人啊 Buzz Aldrin哦 呃这个搭载这个阿波罗11号啦 就是非常有名的这个阿波罗11哦 那登陆月球的时候啊 那登陆月球的时候啊 手上啊就是带的这个啊 这一款 Omega Professional Moonwatch哦 这个欧米加的超霸万表 那超霸表的搭载它的机型啦 向来都是表明啦 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哦 那初代超霸大载是 呃 欧米加以这个Lemania机型厂啦 呃 合力开发的这个321的这个机型哦 那这个也是到目前为止啦 初代这个321机型的这个Moonwatch啦 我们说登月表啦 在市场上啦 真的是呃 每一个收藏家都是 是非常想收的一款表哦 那小刚可以这样讲 那后来品牌于1968年哦 就左右啦 是停产了这个321的这个机型啦 那那个机型321哦 可以说是非常有这个呃 它的性能呢 其实是非常强悍哦 它是有这个导注轮的一个机型啊 那其实然后来 它就另行推出了新的这个 哎 版本861的这个机型 那其实它也是一个呃 Lemania这个机型厂的这个机型哦 啊慢慢的代号也 也还有这个这个161啦 也有改为这个呃 1863啦 不过其他的这个基础的机型啊 都是一样用的这个Lemania的 呃 同一颗的这个呃 机型啦 跟不过跟321是完全不一样的哦 所以有些人呃 所以为什么321最初最初代的这个 呃 登月表啦 用321机型啊 呃 会每个人都想呃 就是说 被誉为是这个电堂机的这个登月表啦 哦 非常的厉害 那因此登月任务时 飞上太空的这个超霸的这个万表啦 就是搭载这一时代的这个机型啊 哦 直到这两年哦 刚刚推出最新的这个3861啦 就是Omega自己另外就是哦 所结合所有的科技啊 研发出来的这个呃 天文台的这一种啊 又有防磁性能的这个全新3861的这个机型啊 全新改朝换代的一个呃呃 登月表啦 所在设计上面啊 表链上面啊 通通都有全新的这个设计啊 那目前 Omega 欧米家的这个 Moon Watch啊 都是以一个42mm 全不锈钢的材质啊 而打造而成 那就我们 我们所谓的是这个真正登月表啦 这个基础的版本啊 那而且 Omega手表的质量监控啊 是非常的严格的啊 品牌非常多啊 都有很多自己的这个 这个专利的这个黑科技啊 这个Omega 那最经典的这个表尔设计啊 远远看啊 就能知道这是Speedmaster Moon Watch 在底盖的部分啊 其实它周围你还看到它整个底盖啊 是刻上了这个 The First Watch One on the Moon的这个字句啊 哇 自信的展现出登月表啦 是啊 应该要有的那个经典历史的地位啊 那最入门基础款的这个登月表 是最富有最接近 真正原版啊 表作的这个复古味道啦 那带上它啦 真的是 给人感觉就是 直接能联想起这个 当初这个宇航员啊 Bus Aldrin 呃 当年就是带着这一颗表款啊 呃 冲上太空出任务啊 也让这只腕表显得更加意义非凡 那相比目前刚推出的这个Swatch Swatch的这个Moon Swatch 又怎么样呢 那话说 表颗外形的尺寸是42mm 完全是一对一 做到和这个Omega Moon Watch的尺寸是一样的哦 那远看其实还很像 可是看到你仔细看表盘细节啊 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哦 那虽然像是像 可是还是很多不一样嘛 那第一眼你就能看到真正 Omega Moon Watch的呃这个整个布局啦 明显是成熟很多 那也就是给人感觉就是呃 简阅干净 而且又高级的这个视觉感啊 那呃 我说的是这个Omega真正这个它呃 原本的这个登月表啦 这个Moon Watch 不过Swatch的这个Moon Swatch哦 这个 呃 焦表啦 那这个焦的登月表啦 最大的特色就是双标 Omega和Swatch 这个的logo啦 有在表盘上面哦 这也是为什么令到每个爱表的朋友啦 即使以前不怎么喜欢Swatch Swatch这个品牌的表哦 但是都会想收藏一支哦 呃 似乎好像在讲着我自己这样子 哈哈 那可以看到哦 表盘内的这个左右两个小时啦 呃 不是两个小时 不是两个小时 两个小盘哦 也向上移了很多哦 那你会看到这个这个Swatch出的这一款 哦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疑惑 为什么这个表那么 那个那个价格会那么低 那么便宜呢 那其实答案很明显 主要是呃 是让Swatch啊 Swatch去策划推出的 当然Swatch的这个表啦 一直在呃 一直是在瑞士万表品牌里啦 非常亲民的一个品牌 所有的工序基本都是由这个机器代工生产的哦 把成本尽可能降到最低 同时利用Swatch 它今年主打的这个独家材质 生物陶瓷啦 就是Bio Ceramic 作为表科这个材质 那讲得再好听啦 其实简单一点也就是在环保的这个胶壳 就是废物利用啦哦 明白吗 话说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胶 都交了这个表科啦 真的是Swatch的特色勒 我不是开玩笑的哈哈是真的勒 那当然机星也是最入门的这个失音的这个机星嘛 哦还有就是Swatch的这个表啦 特色就是不能打开做保养维修的哦 这一点很多朋友有时都忽略了 所以这一点朋友们就要注意一下咯 不过推出了这个11个星球的不同颜色这个款式啊 哇小刚跟感真的是想讲啊 就算不喜欢戴啦 也真的很想把它全部收藏起来哦哈哈 好经过短短的分享啦 希望能让你认识到什么是moonwatch 那不要再说你男朋友为什么那么想买 这一支Swatch的这个moon swatch了 这个1000块的表啊 买来收藏啊 其实真的还是很爽的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拜拜